一辆四马大车 击驰在王城的大街上 大车 驰至了宫城的正门 一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子 跳下了车子 快步踏上了宫前的台阶 此人 即是周氏的新太师 严律 是已故太师 严太师的长子 老太师过世了 险亡一知 招命他继任太师 诺大的围墙内空空荡荡 周氏落寞 若非大潮 宫中几乎是无人 连换臣也不见几个 清一色是上年岁的 严律 熟知险王的习性 谁也没问 竟只走向了御书房 周险王果在 内臣阳出 引他进界 见过李 县王嘴角 弩了一下 旁边的席位 淡淡地说道 太师 请坐 严律 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陛下 陛下 微臣特来 奏报一桩喜讯 周县王 嘴角 站出一丝苦笑 寡人多年 未听到喜讯了 前番列国纵钦 与孟金 惠盟 并勤 推举魏英 为纵约掌 共拜苏秦 为相国 微臣 接到拜帖 说六国 共向苏秦 近日 回乡 省亲 觐见陛下 纵约掌 魏英 特使魏氏的公子 魏昂 陪同着 此为特使 公子昂 乘于 微臣的拜帖 请陛下 预览 严律从袖中 摸出了一道拜帖 双手呈上 周县王 摆了摆手 推回去了 眼睛微微闭上了 拜帖 是给你的 与寡人合干 严律收回了拜帖 面色稍稍尴尬 拜帖 的确不该给天子干 是自己兴奋过头了 周县王 难难地念叨了一句 苏秦 他思识想起了什么 半是自语 半是询问 可是 几年前 在云梦山修议的 那个苏秦啊 正是啊 据微臣访查 此人 世居洛阳 一礼 宣礼村人 视为陛下历农 少有壮志 言行 异于常人 为村林所孝 官后 赶赴云梦山 与庄 与庄 孙斌 孙斌 张仪三个人 同师 修学于野人 鬼谷子 出山之后啊 先父亲求是 后合纵六国 见此显赴公业呀 周显王的声调 依旧是淡淡地说 真还成事了 依爱卿之见 寡人 该作何招待呢 严律 轻声奏道 陛下 苏子才华改世 一呼而天下从 贤富列国 身兼六相啊 非一般臣子可比 听宋铁人说 苏子吩咐 此番 他是作为陛下属民 尽见的 说到这儿 严律又压低了声音 陛下 苏子身为周人 公业卓著 此番回乡特意尽见 别有深意啊 与我周师 或有大用 依微臣之见 陛下 当代以后礼 交迎十礼 彰显其功啊 周县王 长叹了一声 周氏 已成这样 大用小用 又有何用呢 不过 这个苏秦 倒是别致 寡人 甚想会他一面 是大礼 还是小礼 是交迎 还是恭候 爱 清定吧 严律迟疑了一下 以微臣之见 陛下最好是交迎 不过 若是交迎 当初遗仗 遗仗虽在 可经久未用 早已经散乱不整了 缺损 缺损何物 爱情至半 就是了 微臣 遵旨 可是这 钱 需用几何呀 上缺两百斤 于周氏来说呀 两百斤 显然是个大数字 周县王情不自禁地 欧出了一声 拧起了眉头 有情 他眉头松开了 两位公叔 多年未共了 这倒是个阴游 你可求见他们 就说寡人口谕 东周西周 各出百金 迎后苏资兴亲吧 微臣 遵旨 在公子昂 精心的部署下 探亲人马 落役十数里 浩浩荡荡地 开赴周都王城 严律帅人 赶赴拱义 拱义啊 就是东周公的实义 就是东周公的地盘啊 严律赶赴了拱义之后 与东周公一道 迎至城东的落水 彼此见过礼 严律传旨 说天子驾临洛阳城 东十里的方庭 攻身交迎苏子 苏秦扣过王恩 传令车马 驾快步伐 以免天子久等 为迎送四方宾客 洛阳王城 在王城东西 主门之外 每隔十里 设台立庭 庭台共有三道 各建于空旷之处 皆称方行 离王城最近的 称十里方庭 十里方庭 长宽各三丈 可容百人 即使是下雨 也不影响迎送 天子交迎是周氏的大礼 多致十里方庭 来宾非胜即闲 至少也当是凯旋的功臣 周氏目前示威 既无重大兵客 也少功臣归门 天子久未交迎了 此番六国共相省亲 周天子摆出天子一仗功赢 附近各宜的百姓 无不惊动啊 纷纷是扶老邪幼 敢来观看这场热闹 这场热闹 真也够看的 站在芒山顶上远眺 宽阔的官道上 义方是威武雄壮 气势磅礴 绵延近二十里的探亲车马 义方是五彩缤纷的天子仪仗 以及天子治下 福色各异的仓头百姓 从洛阳东门 至十里方庭 男女老幼 分立官道两侧是万头船洞 探亲人马 渐驱渐进十里方庭 远远望的 天子亡脸的滑盖 队伍就慢了下来 据一箭之地 探亲车马停下来 分裂两边 苏秦公子昂两车迟出 天子仪仗队齐礼 迎宾雅跃奏喜 接着是繁琐的大洲交迎 禁建仪式 包括赐玉酒 赏作肉等 前后持续了半个时辰 继而是苏秦登上王碾 与天子同归王城 探亲车马分作两队 一队柏鱼车 打头的是公子昂 由严太师和两位周公作陪 紧紧跟在王碾的后面 大队车马 则由韩国公子张 引领着 屯于衣水的岸边 回到王城 险亡上筹 升入正殿 苏秦公子昂 行过禁建大礼 苏秦机长 二十多个礼乡 被人络绎抬上正殿 苏秦叩臂 从袖中摸出了礼担 陛下 六国纵亲 毁于梦金 因事务在身 六军未能禁建 陛下 无不淹以为憾 供托微臣 与纵司特使魏昂 向陛下请罪 此为六军所限 请陛下眼看 此时 六国已经向王 苏秦未提六王 只提六军 又用禁建一词 显然是在维护 周事的面子 内臣心知肚明 接过礼担 岁衣往常的惯例 站在一边唱轩 楚 供龙珠二十 白碧十双 丝卷五十匹 其供 内臣是句句不离供字 并在此字后面有意脱音 文武百官 无不面成喜色 豪情满怀 唯有险王如万剑穿心 皱起了眉头 不及内臣唱完 吃力地摆了摆手 不必唱了 也不必咽了 都抬下去吧 说着 险王转队苏秦和公子昂 挤出一笑 劳烦诸位 公侯费心了 两位 请起吧 礼香抬下去了 苏秦公子昂谢过 起身落座 险王扫了一眼 严太师 两位周公和百官 诸位爱卿 时辰不早了 散朝 说着 他又转队苏秦 寡人在御书坊 备有薄名 苏子可有雅兴啊 名啊 就是查 薄名 就是薄查呀 苏秦忙道 微臣荣幸之之 贤王率先起身 才也不踩公子昂 竟自走向旁门 苏秦朝公子昂 拱了拱手 跟在内臣身后 也走出去 公子昂正自尴尬 严太师及前一步 朝他与两位周公 一道 哎呀 在下早被薄酒一席 欲请公子和两位大公 府中畅饮 望公子和两位大公赏脸呐 公子昂忙回礼 公敬不如从命 一行四人步出正殿 驱车 镜头 严太师府中 御书坊中 贤王与苏秦 分宾主作定 早有宫女摆好了茶具 县王端起一杯 苏子 请 苏秦没有举杯 起身离席 跪地扣道 罪民苏秦 有不赦之罪 其请陛下 责罚 苏子 何罪之有啊 苏秦再扣 陛下 罪民 有大不敬罪三 一是 身为周民 未为周尽力 有不忠之罪 二是 合纵列国 共治一秦 继位及面奏陛下 有剑阅之罪 三是 约六军 会蒙于梦今 却未能说服六军 觐见陛下 有犯上之罪 罪民 有此三罪 罪罪不赦 其请陛下 降罚 贤王 长叹了一声 放下了茶杯 哎呀 苏子清奇 天下 天下无忠 何来不忠啊 天下无上 何来 剑阅啊 列国诸君 早视寡人 如草剑 寡人 何能 牵过于苏子呢 苏秦这眼泪 就下来了 陛下 陛王起身 扶苏秦坐于位上 回至自己席位坐下 再次举杯 寡人邀你来 不是谈和纵的 也不是谈天下的 是请你品名的 苏子 请 苏秦 以袖子 逝去泪水 一举杯道 陛下 请 二人各多一口 险王放下了杯 寡人 另有一事 欲问苏子 苏秦 知无不言 苏子 合纵列国 寡人 已有不少风闻 寡人 甚想知道 苏子 前往燕国时 可曾见到燕国夫人呢 见到了 雪儿他 他 险王身子微轻 不无焦急地问道 他 一切可好 天子不问天下大事 只关心女儿的安危 道令苏秦 是感慨万千呢 眼中就湿润了 颤声应道 燕国夫人 一切皆好 险王健壮 越发地焦急了 苏子 请说真话 你在哪儿 见到雪儿的 苏秦 以秀 逝去泪水 回禀陛下 没有燕国夫人 就没有苏秦 今日 此话 怎讲啊 苏秦 虽将自己 在燕国的遭遇 细数了一遍 说他如何 在燕国落难 如何遇到燕国夫人 燕国夫人 又如何帮他 引荐燕公 又如何 助他合纵等等 听得 显王是心持神网 唏嘘再三呢 陛下 此番会盟 燕国夫人 也随燕公来了 哦 贤王又惊又喜 雪儿来了 你 可见到他了 微臣只是 听说他来了 听说燕国夫人 甚念陛下 此番会盟 燕公 特携夫人同行 本遇在会盟之后 与夫人一道 觐见陛下 可是不想 哦 贤王表情紧张 燕公突然接到 太子急报 与夫人一道 匆匆回国去了 哦 燕国 可有大师 据微臣所知 是秦史 赴燕问拼 欲驾秦氏公主 与燕国太子 哦 贤王尝出了一口气 举起了杯 哦 来 苏子 请茶 谢陛下 苏秦举杯 品多着 贤王放下杯子 换了个话题 寡人 身居此宫 不知宫外风情 听闻苏子 是宣礼村人 就在寡人眼皮底下 可否说说你的家人 让寡人 开开眼界呀 苏秦起身跪地 叩道 谢陛下 官妾 微臣 出身 微贱 世代 为大洲的 立农 三世之前 微臣 先祖 苏文 一心 农丧 耕作得法 加之 风调 雨顺 连续八年 丰收 被礼政举荐 得以觐见天子 天子安王 龙颜大喜 加冕先祖 特赐贬额 赐良田一景 除力农籍 传至家父苏虎 家父感念天子 浩荡龙恩 毕生 势力农丧 奢望 再得陛下加冕 无奈 天不作美 虽中年鸡劳 夙怨难长 家父也因此 鸡劳成鸡 久卧病他 家父既望微臣 立室农丧 重振祖业 微臣 却置不在此 有负家父后托 微臣 微臣 说到这儿 苏秦是连连顿手 为臣不忠 为子不孝 实乃不忠 不孝 之徒啊 周贤王 何曾听得 属下臣民 这等忠义故事 大是感动 好半天 说不出话来 苏秦 也是气不成成 陛下 贤王 贤王晃过神来 亲手扶起了苏秦 苏子 请起 他转队内臣 你指 宣礼子民 苏氏一门 历代耕作 尽忠持家 玉子苏秦 堪为人中英节 以一人之力 成就六国纵亲 攻追日月 赏苏门良田武景 奉苏虎为道人 举家尽南诀 亲辞 臣遵旨